哈囉 史詩的朋友你們好 今天遊戲出了一隻新的角色 薩耶爾 阿波羅 第一個支配人偶對敵方個體 這個是一個精通技能 打的是個體傷害 還有額外的傷害 第二個怒攻 打的是全體可以給攻擊目標造成中毒 還有一個驅散功能 還有一個持續傷害功能 下一個 獸胎告知 主要是他快步行的時候 他可以給敵方造成中毒 首次快步行立即回復 500點的怒氣 不到你們啦 不要再什麼拉比撒媽啦 劍神 對決 把老頭擺在後面 拉比撒媽 現在這個陣容阿波羅要到第二回合才能出招 所以我們第一回合先看一下雙方的攻防 233萬 東仙耀 耀哥直接矛起來了 240萬 還有西瓜仔 這一次 兩隻爆擊了 300萬 白衣服 拉比撒媽 211萬 牛頭牌 360萬 牛頭牌在戰鬥中 無論是打一隻打兩隻打六隻 傷害都有非常不錯的表現 要個兩下 西瓜仔 哎呀喂 打完之後阿波羅 喂 這感覺傷害是不是有點不行啦 我們再試一次 挑戰 這一次跟老爹做對打 老爹沙嗎 我們把黑漆衣服調度上 不會站好是不是 我們把黑漆衣服調度上來 擺在後面支援第一個 就是這一套陣 老爹沙嗎 殘障是不是 好 沒有問題 他不是殘障 可能只是移動比較慢的老人家 本場戰鬥 開始 劍神 對上 文老爹 這一場 足夠可以看到阿波羅出招了 因為一回合通常沒有殺掉 沒有辦法解決老爹的回血流 127萬 東西要的傷害直接砍半了 那西瓜呢 121萬 也少了200萬的傷害 白一戶 白一戶可以啊 240萬 還有牛頭一戶 拉平山啊 230萬 那懶懶的傷害呢 有了 這一次大概是爆了四隻 363萬 這一波很可惜阿 對手還有四隻 這一下過去倒了 三個打六個 然後 我有一件事情 要跟你們報告阿 就是我今天在錄製這個影片的時候 我把全部的話都講完了 結果發現麥克風的開關沒有開起來啊 拉平山嗎 哎呀 好累 尼魯打過去 就是七萬的傷害阿波羅 你這個是什麼UR角色 怎麼會打七萬三啊 阿波羅 拉平山嗎 七萬三的傷害 好沒關係 在PVEP有的時候還是有一點狀況 大家都可以接受 等一下到PVE的模式 也許阿波羅的傷害就打得比較高了 老爹的尼魯 這一次擺在後面 第二個做支援 258萬 還有一個排球姐姐下來了 126萬 這一波兩隻 塔打得非常漂亮 不過劍神這邊 六隻還是很狂都活著 一波牛再掃下去 29萬 還有動物仙耀 換了髮型 剛從美人物院跑出來 不知道有沒有付錢 西瓜仔 剛從海灘跑出來 白狐又斬下去了 白斬雞沒有暴擊 可惜了 120萬 牛頭一虎 這一次直接打穿了 280萬 本場戰鬥 劍神 獲勝 拉平山啦 打完之後我們再打一場 這一次打 生生 他也是一個實況主 拉平山啦 我們把一些比較少用的角色擺上來 還有你們很喜歡的劍八跟斬月 因為很多玩家都還在用這兩隻角色 好了 還有 佐瑪莎莉 就是這一套 死神 羁絆之刃 頭款之PK陣容 來了 第一個歡迎的是 佐瑪莉 錯過去 這一下 62萬 狗頭 諾伊托拉 180萬的傷害 還有斬月 劍八的氣 快上來 來了 拉平山啦 240萬一隻暴擊 這一次 該不會是一波牛吧 本場戰鬥 收工 拿去PVE了 還好今天PVE 挑戰可以看到 豬雀魂館啦 不然可能就沒有辦法看到阿波羅的實戰表現 要等到隔天 有的時候要等到隔天 在PVE的阿波羅 到底是不是可以讓我們對他 完全的 重新認識他 有沒有可能重新認識阿波羅 拉平山啦 好了 斯田羽龍 你不要再做做樣子了 本場戰鬥你會輸 阿波羅 3秒鐘 2秒鐘 這一次 怒氣攻擊 一隻暴擊 97萬 又進步了大5隻 平均一隻大概是19萬的傷害 尼路收為200萬 哇尼路的傷害還是打得很高 我們再打一場試看看好囉 本場戰鬥 繼續 黑騎一戶 黑騎一戶 這裡就沒有寫傷害值啦 要自己數阿 對手倒了一隻 看來在竹雀魂館要戰鬥要爬塔還是非常的耗時間 東斯郎 40萬的傷害 還有老師傅 單體SR最強的角色之一 老師傅 老師傅 這一次 薩耶爾能不能突破 剛剛是95萬左右 來了 好 尼路能不能收為489萬 還有一個最帥氣的行李箱丟上去 霹哩啪啦掉下來 120 130萬啦 心理箱增強 還有 發狂的 白災 450萬 不過這個傷害沒有打出來 最後一發 我們下次見 大家掰掰 我愛這次 愛這次